CBA消息 王芳担任女篮领队 周鹏地位或被顶替 范子明或被出售 周鹏或被顶替 北京时间6月28日 据知名媒体人的爆料 中国南篮国家队首位规划球员李凯尔 已经完成了相关的手续 目前已经来到了国内 最终户口是落在了上海市 随着李凯尔的回归 在给中国南篮国家队带来希望的同时 老将周鹏的地位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甚至有可能被彻底的顶替 众所周知 李凯尔虽然在森林郎的地位并不高 但是毕竟是NBA级别的球员 当初姚明选择李凯尔 除了李凯尔有中国血统之外 就是因为李凯尔的技术水平 达到了中国篮写的要求 如果对整体水平没有任何作用 相信姚明是不会选择李凯尔的 再加上李凯尔作为中国南篮首位规划球员 姚明自然会无比的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 征战了十几个赛季老将周鹏 再次入选中国南篮18人集训名单 不仅如此 还有消息称周鹏将会继续担任 中国南篮国家队的队长 然而目前国家队已经进行了首轮集训 唯独没有见到周鹏的身影 至于周鹏缺席的原因 官方并没有给到任何的解释 再加上周鹏和李凯尔都是四号位球员 在位置上两人是有冲突的 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无论是年龄还是竞技状态 李凯尔的优势更加明显 所以乔帅很有可能 太直接放弃周鹏 你觉得李凯尔的回归会对周鹏产生影响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 王芳担任女蓝领队 北京时间6月28日 据知名媒体人的爆料 中国蓝鞋副主席王芳已经飞往澳大利亚 将会接替姚明担任中国女蓝的领队 众所周知 因为国际蓝联突然更改规则 直接将奥运会资格赛取消了 只要是能够拿到亚运会的前四名 就可以直接获得奥运会的入场券 国际蓝联的突然更改规则 也是打得中国女蓝措手不及 留给中国女蓝的时间并不多 更重要的是 中国女蓝大部分主力都在WNBA打球 比如李孟也才归队两天 而中国女蓝作为上一届世界杯的亚军得主 本次的目标不仅仅是拿到奥运会的入场券 更是要拿到亚运会的冠军 这对于中国女蓝来说压力确实非常大 值得注意的是 中国蓝鞋对于这次的亚运会非常的重视 为了保证成绩 甚至连争议很大的李孟也紧急召回了 但是因为最近中国蓝坛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姚明并不能亲自担任领队 而接替姚明的正是中国蓝鞋的二把手王芳 王芳作为中国女蓝的民宿 在中国蓝坛享有很高的声望 退役之后 王芳投身辽宁体育局 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走上了管理岗位 并挂职中国蓝鞋副主席职务 前不久辽宁体育局负责人调任中国足协 王芳也是顺理成章的成为辽宁体育局的新负责人 可以说目前王芳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蓝鞋二号人物 有王芳担任女蓝的领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范子明会被正式出售 北京时间6月28日 据知名媒体人的爆料 首钢内线球员范子明会被荡成交易的筹码 与新疆蓝蓝换取周琪的优先续约权 自从中国蓝鞋官宣撤销对新疆蓝蓝的处罚之后 就意味着周琪回归 CBA变得更加简单 只要是有俱乐部开出足够打动新疆蓝蓝的筹码 就可以将周琪接回家 作为中国蓝蓝第一人 周琪无论是加盟到哪支球队 必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CBA现有的格局 从中国蓝鞋的角度出发 中国蓝鞋自然希望周琪能够加盟到一支中下游的球队 这样不仅避免了联盟一家独大 更是增加了比赛的可观赏性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蓝鞋已经为周琪物色好了新的下渣 他就是北控蓝蓝 对于蓝鞋的自作主张 不仅周琪很难接受 新疆蓝蓝也很难接受去 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新疆蓝蓝自然希望各俱乐部 能够为了得到周琪相互竞价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辽宁 北控 首刚 上海军开出了诱人的筹码 尤其是首刚 抓住了新疆蓝蓝目前最稀缺的内线 直接愿意把范子明交易出去 范子明算得上联盟中少见的优质内线球员 他的加盟一定能够给新疆蓝蓝带来很大的帮助 再加上范子明的状态正处于上升期 未来的潜力是无法估量的 总的来说 新疆蓝蓝是不亏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